在一个宁静的村庄里 有一个负责放羊的男孩 名叫小杰 他的日常工作就是在草地上 看守着村民的羊群 然而 这个单调的工作让小杰感到无聊 他开始想方设法寻找些乐趣 于是他产生了一个不好的想法 有一天 当小杰感到无聊的时候 他突然决定玩一个恶作剧 他高声喊道 狼来了 狼来了 村民们闻讯纷纷拿着工具跑来 希望能赶走狼 保护羊群 然而 当他们赶到时 却只看到一片平静的草地 羊群在悠闲地吃草 村民们感到困惑和生气 他们责备小杰 为什么你欺骗我们 这可不是一个笑话 小杰看起来很内疚 但也觉得这个玩笑挺好笑的 几天后 小杰又重复了同样的恶作剧 他再次大声呼喊 狼来了 狼来了 村民们再次奋勇前去 但结果仍然是一片宁静 他们开始生气地警告小杰 告诫他不要再玩这样的恶作剧 然而 小杰并没有听取村民们的忠告 第三次 当他看到村民们跑来的时候 他并没有放慢声音 而是更加大声地喊 狼来了 真的有狼 村民们听到了 但这一次 他们没有理会 他们以为小杰又在撒谎 所以决定不再相信他 然而 这一次 小杰说的是真的 一只真正的狼悄悄地来到了羊群旁边 开始捕食羊枝 小杰看到狼后非常害怕 他开始尖叫 但村民们却不再相信他 直到狼离去 村民们才意识到他们犯下的错误 他们发现 因为小杰之前撒谎的次数太多 他们失去了对他的信任 即使他说的是真话 也无法得到相信 这个故事深刻地教导我们 不要撒谎 即使你说的是真话 如果你之前撒过谎 人们也会质疑你的真实性 诚实和信任是非常宝贵的 一旦失去了 就很难再重建 他教导我们 不仅要对别人诚实 也要保持自己的信誉 因为信誉 是我们在社会中立足的基础 小杰 小杰 高杰 你怎么做4杰 1 2 2 3 5 5 6 5 6 9 6 7 8 7 8 8 9